抵制阳节 圣诞节 元旦节终于过完了 也终于批判完了 过圣诞节是不爱国 过任何阳节是不爱国 明明圣诞节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你要不信耶稣基础 你也在过圣诞节 你过圣诞节就是不爱国 过任何一个阳节都是不爱国 元旦是阳节 中国应该抵制阳节 那羊肉过的双双日咱也别过了呗 三军西唐朝 时日一休暮怎么样 那不行 这儿放假得放假 可是那个节我们拿来干嘛 拿来把妹的 在这种西方文化这么强盛的一个地球上 怎么可能不过那个节 其实他热衷的不是信上帝 他热衷的是那天热闹 我们中国人就喜欢热闹嘛 中国人该不该过阳节 过阳节就是不爱国了吗 就是摧毁了正能量了吗 大家好 我是米多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 关于中国传统哲语与西方哲语碰撞与山庸 这几天西方的哲语在中国引起了不少的热议 有些人认为这些哲语的庆祝方式 是与中国的传统无法不服 原来是阳节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还可以听你把中国日历中所有的阳节全部撤掉 什么平安夜 圣诞节 愚人节 这些阳节和我们中国有半毛群关系啊 每年都有大量的年轻人瞒目的来过这些节 这些阳节和我们中国半毛群关系都没有 每年都有大量的年轻人瞒目的来过这些节 其实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节日的行义 都是在跟风宣传这些阳节 就是典型的成阳媚外 愚媚无知 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 我们有那么多丰富的传统节日 其实那些阳文化能够入侵的 有些人会认为这些西班的节日的传入 让中国传统节日会逐渐的淡忘 甚至有些人呼吁抵制这些阳节 过圣诞节就是从阳媚外 喜欢圣诞节和爱国无关 关键时刻我可以为祖国献出生命 我们有17个传统节日和24个节气 你这些都没搞明白 你超级学人家干嘛呀 他们觉得连元旦都是阳节谁我就是不爱国 在我看来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开放社和包容的心态 来看待这种现象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之间 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而是可以相互拥合的 可以相互借鉴的 但是有一部分人不是这样认为的 元旦是阳节中国应该抵制阳节 光抵制元旦哪够啊 最近节目今天行人节都是阳节 咱都得抵制 没错 我们应该坚决抵制阳节 以及一切洋人的东西 那洋人过的双双日专也别过了呗 咱学习唐朝 时日一休日怎么样 那不行 这方价的方价 别的全抵制 不抵制不是中国人 唐大开国门并没有丧失华夏道统 新闭关锁国也没有锁出最后的尊严 与其抵制不如拥抱人间烟火 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互相 以新诞节发社交平台的祝福 我也删除了 如果你发新诞节的祝福 就会有小粉红找到你 新诞节是阳节 你过这个节就是不爱国 你应该过传统的职与 今天中国大陆遭受到的打压 不是因为它贫穷 不是因为它落后 是因为它可意见的强大 中国人不过圣代节 中国就应该禁止所有的阳节 一到圣诞节就有人揣着 所谓的圣诞装拍视频 来博取流量 我想问一下 他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洋人 当这些不同的声音 过圣诞节跟文化称略 有没有关系呢 有些人认为 中国人过圣诞节就是不爱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中国人真的不能过圣诞节吗 一过圣诞节就不爱国了吗 一到圣诞节 网上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人说过洋节就是不爱国 还有人说 这过不过完全是自己的自由 没有必要道德绑架 这一天对于外国人来说 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他们是为了庆祝耶稣诞生 所以叫圣诞节 但是同样是这一点 对于我们来说 也具有着极其特殊的纪念意义 73年前 年纪20岁的志愿军战士 在异国他乡冰天雪地 用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安全 他们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1950年的12月24号 长洁湖战役 我们赢了 美军退回了三八线 成为了朝鲜战争的转折点 所以我们更应该记住 12月24号 这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用生命打出来的 护佑我们平安的 属于我们自己的平安夜 不过抵制圣诞节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文化自信 而不是去抵制外来文化 我们要做到取其精华 取其糟糕 有些节日我们是可以过的 你比如说劳动节 教师节 父亲节 母亲节等等 这些节日在一定程度上 是纪念了劳动者的辛苦 我们感恩父母的养育 那么这些节日 让我们尊重劳动者 其实上升到国仇家恨的层面了 把中华文化和外国文化对立 我个人觉得 有些只会跟风 人云亦云 抵制这个抵制那个 我们真正要抵制的是 自己的无知和封闭的思想 而不是母不执欲 现在连过一个新诞节日 都会被小粉红喷了 说你就是不爱国 元旦是阳节吗 昨天看到各大城市的商业中心 都聚集了参加跨年 庆祝元旦的人群 从庆南京济南长沙 人山人海 就是不知道这里边 有没有前几天还喊着 抵制圣诞不过阳节的小伙伴 我的天哪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你只能过中国的传统节日了 这才显示的你有多爱国力 有七夕能力的春节 如果按照小粉红的 罗子当今世界经济传球化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过阳节就是我爱国 亲节父亲节劳动节儿童节 都不是源于我们国家的 你不也过了吗 还有12月22的刚刚联合国 通过了一个决议 把春节列为联合国的 炸日 结果一弄头 就发朋友穿 抵制阳节 有些人只会猛虫跟着去跟风啊 中国人不该过圣诞 圣诞两千年前 既然于罗马 功名思义 是进入他们神明的诞辰 别什么事都扯得不受加恨 那你是觉得阳节可以过了 为什么不能过 真要刨根问底 太阳历也是国外的 每年过生日吃蛋糕都是阳过法 与之相关的劳动节 元旦节都不起源于中国 你难道就不过了吗 那么我们接下来 阳历也不能用了吗 阳历也是国外发明的 我们现在都是用功力来算 如果不用国外发明的 那我们都要用农历 小粉红只是不让中国人 不过阳节 如果别的国家 或者是地区过中国的节日 小粉红会很高兴的 觉得国家强大 别的地区国家 才会过我们的传统节日 前几天有个新闻 联合国春节定为节假日的时候 很多小粉红就会拍摄轻快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中国的春节将成为世界的新年 22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 一致协商通过决议 将中国的春节确定为联合国的假日 春节成为联合国法定节假日 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来我给你们看一看联合国秘书处 关于法定节假日的这些规定 这是我在官方找的一份档案 看就这么几个 你们不用管它到底是什么 就这么几个 但是春节能成为它其中的一个 真的是说明了国家在文化上面的一个输出 它是一次完全里程碑式的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 为新春节而狂欢 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今年走上 全世界而自豪 还有网友说 说明我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 让我们一起努力传强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我们的文化更加摧残多目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对我以上所讲的 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关于留言评论 订阅我 只讲有用的 下回 我春节 没那么多事 你的爱国呀 我觉得最好用一些 自己的实际努力去达成 不要去管别人过不过节 过一个节并不能代表什么 过一个节就说人家不爱国了 难道你天天躺平 天天除了刷抖音 刷刷刷 吃饱了睡了吃躺平 那就是对国家有贡献 那就是爱国吗 对 这个 这种做什么 我一直在对 我一直在的 我一直在 делать